第四到二十五節 新約聖經二十二節 等我來聽 馬賽福音十六章二十四節 於是耶穌對人主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比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 第二處經文往前翻 第十四頁 經文是在馬賽福音十章三十八節 馬賽福音十章三十八節 護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 也不可以做我的能徒 今日信息的主題是舍己 恭請留德碩弟兄傳講上帝的話 來自族 齊祭 下賬 演奏 一旦傳道 聖安傳道 弟兄姊妹 親愛的 祝道友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神明天是主得聖的早晨 神自己為我們在 陽明山預備了他的家 他的店讓我們大家 在這裡能夠同心合一的 敬拜讚美他 何等的榮耀 一切送讚都會給我們 在天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細心 是捨棄 剛剛我們在讀了今天的經文 很清楚的 主耶穌對我們的教導 捨棄是什麼呢 捨就字面上來講 拋棄 不要 又不要 擠 其實捨棄 我們主耶穌基督 我們在聖經信約裡面 就能夠領受到 他給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他是神 對我們世人的罪 降世來拯救我們 因為 以色列人沒有辦法依著律法 能夠成就神的義 所以神要拯救世人的罪 他就親自降世我們 他這一生他是神 他行了很多的神機騎士 叫四千人吃飽 五千人吃飽 叫瞎子看見 瘸腿行走 使人復國 他所捷犬的門徒 使徒都看見 親眼看見 可是 他絕對不上前 他為了福音 他默默地 在行走他們的路 我們在約翰福音上面 很清楚地讀到 父做事他也做事 但是後面還有 父叫他做的他才做 父沒叫他做的他也做 他是全然地順服 在父神的旨意中 來做這個 拯救世人喪失這樣的道理 他是多麼的不彰顯智慶 不彰顯智慶 我們現在 在這個末世的世代 怪地亂神的世代裡面 一些邪靈的小小的神機 就叫很多人 下的要命 信的要命 可是他們主耶穌行的神機 你在任何的歷史上 再找不到第二 你能夠叫四千人 五餅二餘能夠吃飽 你可能在家裡面 做你的晚飯 來想一麥把這種冰箱 要掏出多少東西來 才都離家吃 那只有神 真神才能幹 他是神 仍然這樣的虛質 一步一步的就這樣 實際上有道理 在他教導他的門徒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門徒的一命還不夠很深的時候 在撒瑪利亞 都太受人重視 那約翰 老約翰後來非常靜止 神所喜悅的門徒 還跟主耶穌說 我們要不要叫天上下巴火來把它燒 那時候還是老十字 他不曉得神就是愛 主耶穌就教導他 神就是愛 然後在後面的過程中 我們在聖經裡讀到 有沒有讀到過 主耶穌 他 彰顯他自己 藉由他的神經歧視 去叫大家來跟隨他 而是 他每次行歪神經歧視 就後悔得走 因為福音不是藉由神經歧視 以色列民族沒有 全世界的民族 沒有以色列民族 看過那麼多的神經歧視 最後在寫字錄講的 他們得救的不過是十四萬世千 所以說神經其實不能叫人悔改 不能夠叫人真正的改變神明 所以邪禮現在畫幻光明天使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 到處的欺騙人 到處的網路人 所以我們要能夠分辨 你看主耶穌他知道 他上十字架的時候快到了 他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豎起腰帶 親自為門徒洗腳 是什麼 他不把自己當成世神 他要讓他的軟徒 後來變成十二世 要曉得福音是要服侍 要謙虧 要在下當母復人 不是要人家來服侍你 是你要服侍我 謝謝 感謝主 最後他要上十字架以前 當他在克西瑪寧遠祷告的時候 當他跟父親祷告說 如果可行將這杯撤去 但是不要從我的意思 乃是從你的意思 還是順服神要他走上十字架 最後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的罪 為我們的罪 成了咒詛 他在十字架上 本來跟父親祷告說 父阿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不曉得自己做了自己的事 主耶穌這一生 彰顯了神 順服 遍復 沒有自己的 所謂自己的做 全然的降伏在神的祈禮中 成群上 成群了這十字架的救援 我們今天讀的經文裡面 再把在福音十六章二十六節 剛剛我們領會的姐妹帶我們讀過 這個章節在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節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 這樣就幾乎同時一樣 各位 你們跟你的妻子 或者跟你的女朋友 今天我們到第四大門場 主日經代回去 晚上你們一人寫一篇 一日祭祀 會寫的一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們兩個寫的完全一樣 像你們去書福音書上 神感動祂的門徒 寄下來的事情 幾乎字都不查 只有約翰福音給祂修飾一下 因為那是聖靈的作用 所以在這裡 神非常的重視這幾個章節 才會在四個福音書 不斷的提醒我們 不斷的提醒我們 你們讀四福音書的話 像這樣四本福音書 都提到這麼實際的幾乎一樣的 大概不太找得到第二個和第三個 有兩個和三個書 像這四本講的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能夠以知化身 多麼看重這些幾乎 我們中國人 把靈跟魂不分 所以我們剛剛講 所以這裡 翻成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著生命 我們不信主的人沒有靈 因為我們始祖犯罪 靈與你開門 信主回來以後 第一件事情 神就把他的靈回國 所以在做我們受洗的基督神的靈 都有 我們有主 文是什麼 是我們的思想 情感 意志 是任何人類 才放在那裡 都有的 我們中國人 像我們中國人 比較喜歡的用法 就是心字 心意 心思 我們用一個心 真為感有心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魂 我們的魂 我們的魂 表示我們這個人 魂是有人格的 有他的座位的 魂代表我們這個人 我們經常 我要這樣 我感覺那樣 我該認為怎樣 我們經常喜歡發表自己 發表我們自己 發 尤其在沒信主一次 但是信主我們不經常 依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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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請就社會 所以說 我們在一個經文的話 我們能夠更頻寥 在舊約聖基上 所告教導的 創世紀教文的話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能受 更多的能受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經文 這樣子去思考 反正願意救自己魂的 必要上吊他 因為主 祂自己 因為我 上吊自己魂 因為主耶穌 我剛剛 為什麼在前面開場的那樣子 祂把祂自己 所有的一切 都順服在天福的情境中 所以說 為自己上吊魂的 必要得到祂支持 這個祂支持 給我們更新的生命 更新的魂 所以 我們信主 化基督 有很多的經驗 神安排了很多 試驗 撕裂 為什麼 要我們生命去改變相法 改變相法 這些 我們在每次教會 不管祷告會 聚會 聽到很多 弟兄姊妹的見證 尤其是剛信主 因為 很喜樂的 領受神的祝福的恩典 譬如說 哎呀 去一個地方沒車會 你禱告有車會 或者怎麼樣 這個 家裡面有什麼事情 很著急 譬如說 孩子生病了 孩子有禱告後 孩子很快就痊癒了 那是神要你 受祂的恩典 祂的祝 可是 很多弟兄姊妹更競爭 靈力更競爭 可以分享 三四年以後 她分享的見證 是生命的見證 不再這些了 不再純 跟主要求什麼 反而是求主要的 主啊 祢要我們怎樣 要我們像祂 要我們像祂 所以 我們生魂的 越將我們的意志情感 跟思想 救我們 氣絕掉 接受救主耶穌 祂在我們裡面 聖靈 因為我們信主 就有聖靈的內術了 我們依靠聖母 而充滿 那我們不斷的心思 董牧師 還有朱傳道 一方傳道 在講到他講 心意更新而變化 心意是什麼 是我們的活 中國講意念 心意就是我們的 更新而變化 把我們刺激變化 向神 就能夠依靠祂 神要帶領我們 走祂 要我們走的道路 像這個 在 約翰福音三章三十節 師經約翰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主要的意思就是這樣 連師經約翰都知道 必須要讓神的生命 天然在我們的生命裡彰顯 我們才能活屬主 神要我們同樣死 所以真正的信心 愛主要信入主 以憂主 為滿有榮光的喜樂 全人在被主侵透 在我們魂的思想裡面 情感裡面 都充滿了主 那那些會朽壞 會玷污 會吃力 驕傲我們的老魂 後裏 這些知識意念 就會被起重新 我們就能夠於主連結 走到平安時樂的道路 在這裏 這一段 有一個很好的見證 我曾經 重新列下來 在一個企業裡面 當企業主的顧問 那個企業 算為我滿大的 也是個股票上市 他有很多公司 有一個股票上市公司的協力 很年輕 現在是弟兄 很年輕 他 我去的時候 我認識他 有一個看見 他畢業一生 就想要追求 名跟利 所以他在讀書的時候 他剛開始跟我分享 他讀書的時候 就開始看 這個經濟的賣動 往哪裡去 他說 嗯 好像房子 房子的買賣賺錢 他就學這個地政 後來沒有法律的基礎 沒有辦法去把地政的事務做好 他又學法 你看修了兩個 他有碩士學 為研究所畢業 很努力的工作 我每天到辦公室的時候 就看到他站在大 辦公大樓下 在招呼員工 在招呼員 非常有熱情 非常有熱心 非常有企圖性 那 他也在這個公司 競爭了很快 三十幾天 當到行政房部門的協力 應該不算小 我本來對企業的組織不清楚 事後我才知道協力很大 但大 他才三十 那個時候才三十 四五歲 就已經做到這麼大的企業的協力 而是暈著一件事情 他們的 要處理在台中地區的 企業的辦公大樓的時候 這個總經理叫他去處理 他盡心盡力的去處理 結果在這處理的過程中 總經理 他自己辛苦的人 他們另外一個國務府也處理 他因為覺得他這位協力 應該沒有辦法達成的標 可是 感謝主 那時候 我在主事的跟他傳福 主事的傳福 感謝神 也要藉由這樣的事情 要他的接觸福 到台中去 人生地不熟很快 神為他開刀路 馬上老找 而且台中地區 很不犯公大樓 不好辦 很快讓他達成了這個交易 而且超過當初所設計的一瓶的價位 他很高興回來跟總經理報告 因為他的接種見不到企業的總經理 總經理結果在總裁面前 我那個時候才幾 我在聖經上說 我人心五萬多北紗 壞到極觸 我領受看到 那個總經理說 那個鞋裡不認真 我只叫他去買 他也不努力 現在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他帶回去 把他買藥 賣得很好 我相信各位 年輕的朋友 可能也都經歷過 在自己公司的這種事 你的努力人家拿手 問題是拿手了 然後他還要封面給你 我做得到什麼 背後還插一把刀 感謝主 那個時候 我是那個契約的前身總裁的護衛 感謝主 神要我們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個總裁找我去問我 我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把他都說 知道事實到處了那位總裁 在這個期間過程中 集團在處理的時候 我這個鞋裡 非常的難過 每天在我辦公室調查 後來我就到他 我主公到他辦公室 每天跟他傳福音 當在第三個月的時候 事情也因著我跟他傳福音 公集團的總裁做了最後的決定 他也去 因著我跟他報告去調查 結果這個鞋裡是對的 那個總經理被撤壞了 他的那管理的職務 這種仲裁還給他特別的佳純 他非常的感恩 他說 有個問題 他說 我也 他說你信著基督 讓我經歷了他的豐盛 他說他要信主 感謝主 他每天哭了三個月 那個哇 每次看到他 他就不太愛護的一個男子 是我見過 感謝主 那是因為神的愛 為人 他願意感念 他是我看過 接受取得感念最快的 就像我們今天 他的魂本來是 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意念 眼睛看的是世界 他經歷了這樣的事 他認為他的努力 結果你看 主世界是怎麼樣的對待他 他第一天問我說 我就問他你家裡有沒有偶像 他說他就笑我不好意思 我不曉得你叫做偶像 他說我會擺那個貧修在什麼方位 擺那個什麼招財金寶貸 我說那都是偶像 然後 我說一定要先除掉 先除掉 我就去了 他說那哪天 你就帶我去他家 去他家一看 那真的行 這就是外力亂死 你相信算命 想要在主世界裡面快速的發展 要發財 他擺的那些都是偶像界 是要人發財的東西 要人能夠升官的衛星 包含偶像 我說這些都要除掉 我做你 叫你進你的教會 當天我們拿一些 可以取掉的 我和其他人 他說我們手機 沒有 沒有問題 我說你把他拿個袋子 裝起來 不要 就到垃圾車裡 不要送給別人 都不要害別人 那另外有 他拜的偶像 我說請教會來 除後一下 那些擺設小型就拿掉 最後他還告訴我 有部分這一箱怎麼辦 好大的一箱 色情的 我說這一定要拿 馬上撥掉牌 看見他就是他有桌子 當場 他就拿著大袋子 好大的袋子 收起來 他說我會丟到垃圾車 因為他在這三個月 跟他傳福音的過程 把基本的真理 跟他分析 我說神是聖節 是公義 你如果不聖節 不公義 像外面一樣 想到教會說 得到一點心靈的慰藉 都得到平安了 我說不會 不會 所以譚佩義 第一個 神健常他的心情 然後他生命就改變了 改變得很快 他是個大男人主 他以前揭發太太 他太太在台北市政府 社會局上來 他太太晚了 一兩分鐘下來 他自己離開走了 他自己就開走了 他怎麼可以不准吃 你也是公務人員 他太太有苦難 有苦難 在家裡也是 大男人主力 就吃死了 太太也吃死了 可是慶祖以後 很快 沒有多久 有一天他的妻子 我們一起坐車 有多人 他說 你帶給醫學去什麼東西 他在前面掉進去 我說我跟他傳的是 有福的聲音 叫做福音 我說基督教的真理 他說 不會不會也要信 我說 你為什麼要信 他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的先生是這樣的 改變這麼大 我跟他結婚到現在 沒有看過 他現在這樣的 他在他面前所表現出來的 做丈夫 應該有的樣式來 他碰到他現在運有 有的時候 市政府開會要延長下單 他會車子停在下面上去等 他說沒有關係 他不會再回家 在家裡也會主動做事 然後呢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也很注重他的理解 神是很奇妙的事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 沒有聖靈的充滿力 傳福音 引口 口才沒有用 有多少 想要用口才 想叫人得救的 不可能 沒有聖神的靈 正在我們裡面 我們是沒有辦法 振作別人的 所以 這位弟兄 他願意 他願意 我們讓他所分享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是他從他自己改變 他從裡面改變 感謝主 神就敢等待他 他跟他的妻子同時的信主 神就這樣祝福他們 他可愛的孩子 那個時候才四歲 也信主 五歲就能夠為爸爸祷告 現在都在教會裡面 整個家全然的翻轉 然後神為他開道路 現在他到了一個 永慶 永慶房屋 竟然身為總 董事長特別的 他三年之內就升到 房屋不能的 這道 所以他信主 已經有很多 但是 他的很多的見證 都被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們是接過 我們要講 信神 我親眼看見 不是人可以改變 當神的愛 觸摸他的時候 他改變 改變 改變 改變了整個家庭 濃溫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讀 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剛剛也分享 我們信主是靈 魂主 三合一的人 我們要知道 靈 神的靈是我們的主人 我們信主 我們是不是要降伏在主的靈 魂是我們裡面的管家 提示 忽人 我們在讀 帶給我們每年到處走他 呼吸 跟忍耀 是沒有靈的 當我唯一 舊的舊約 奧西約神的教導 跟大家分享 靈是數的 雅各說二章 這個也更清楚的講到 老我的魂 包括人的思想 心感 意念 我們一定要 再次的強調 一定要 真正的更新 而變化 今天再說 大部分都是主要 弟兄 我們一定要離開 那個道理的開端 進到主 我們聽到要醒到 你生命不改變 你怎麼去影響你的朋友 你怎麼樣去傳福音 你在家裡還是有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自己的看法 那你就落入了 某個撒旦的信念 跟魂 你就不快樂 因為在教會裡 你仔細觀察 有好多弟兄姐妹 包含小朋友 好喜樂 在仔細你去觀察 那些都是非常單純 願意信靠主 好 碰到要考試了 他也不擔心 他能力的預備 神會打開教堂 神會按照我們 應該得到的為我們預備 你沒有讀書 你也不要禱告 神是信實公義的 你什麼書都不讀書 我要考第一名 不可能 可以跟各位講 那是絕對的 所以說 我們大家一定要捨 讓我們老性情 全然更新而變化 讓神的靈 將神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建造起來 我們就能跟主 連結在一起 所以說 我們剛剛讀的經文說什麼 跟主耶穌說什麼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誰 我們又回到這個信息的中心 如果我們不願生命改變 我們沒辦法跟從他 就是你要跟從他 你說我服侍 我每天主日到教會去服侍 你只有服侍 生命沒有改變 你沒有辦法跟隨主的道理 你能夠跟隨嗎 你會有愛心嗎 你會為人奉獻嗎 你會無怨無悔的去為你的家人付出嗎 不會 不會 所以說 要捨同 今天 我們大家在一起 分享神的話語的時候 那我們就能夠從這個話語裡面 能夠得到更新 得到建造 其實這兩天還可以給各位分享 跟我的信息 神有祂的屬性 我信主 我很敬佩神 因為我到了十八年的可道 我能夠得到真神的眷顧的時候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好 魔鬼撒旦做的 我很戰盡地去尋求真理 但是神那十八年 當你可夢祂追求祂 祂有祂的時間去改變你整個生命 剛開始是比較容易的 一下就沒掉了 可是當軍人出生 我可以以為說 我從二十三歲 受接就是軍官 一直伺候到我退伍的時候 我沒有自己動手過 我只要把國家賦予我的任務 我是飛戰鬥機的 把我的任務達成了 回到寢室 衣服有人 有人洗 房間有人整理 到餐廳 所有的飯食都預備好了 要去工作場所 有駕駛兵開到車裡去 我從二十三歲 就有人服侍 養成了我們神 吃死萬 致意驕傲萬 退休以後我才知道 我們致意驕傲萬 這個神一直在改變 問題是我們要可夢祀 我們要在祂的話語裡面 讓聖靈來分析 一直到很深的人的時候 三年多前 神要我在我們裡面 很多很多的分析 我以前 在家裡是下命令 他不是有一個強化 現在不是 我在我們家裡面 是聽命令 要很努力的去做 而且做得很開心 對我們 要求神來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真的忘記 有的時候有人在叫我的頭神 叫我人家開口 呼叫你們不拿 呼叫誰 然後我叫將軍 我說這裡沒有將軍 我只有一個弟兄 我真的 我把他都忘記了 我忘記了 除非在 軍軍討者聚會的時候 我才會想起 以前的事情 感謝主 從今天在靈受真理的時候 我們從自己開始生 後面還有 主耶穌怎麼 煩救自己 魂的必要上吊魂 為我上吊魂的必得著 我們用生命 原文裡面是 解釋是生命跟魂 但是我們剛剛講 從成命解析下來看 我們覺得用魂來講 可能比較好 生命包含很多 還是 我們要為神 捨掉我們的思想 情感 意念 因為主世界的都是誤會 都是編文的 那我們願意捨掉神 當然就把最真理的信息 最合乎 而聖結的道路 然後就在我們生命中 做成他情報的工作 我們來讀一段經文 在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 翻到一寫圖 我唸給大家 我已經與基督同定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右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我 祂是愛我 為我捨起 謝謝主 所以因為我們剛剛讀這個新聞 就是要我們什麼 捨起悲情他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解決我們救人的道路 我們重生的生命 要藉著基督的死 就是我們救人 跟著祂一起 我們就有個魂 跟祂已經在十字架棄絕了 我們新的生命 就讓跟著祂的耶穌 死裡復活戰勝的死亡 這個生命 跟祂一起活 我們跟祂同時才能同活 當我們這樣子 我們有這樣的心事 願意還是 就是讓祂在我們裡面 做成那奇妙的救恩的時候 我們才能獲出祂的樣式 我們就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隨 跟隨他 跟隨他在原来 嗯 他還覺得阿嫩 跟隨他 因為十字架的倒入圖 就是蛇子的道理 主耶穌已經各人示範了 各人示範了 所以說主耶穌說 揹起你們的十字架 而不是神的十字架 主耶穌的十字架只有祂揹得起 沒有一個人也使不住揹得起來 是整個人類的救援 所以不要看別人 弟兄姊妹 不要看事情 你生命改變了嗎 不要老是像看別人眼中 眼裡有視自己眼裡有陽目 那位弟兄姊妹不見 盡情 錯了 神要看 要我們看自己 我們要現在十字架對付我們事情 讓我們跟主一起復活的生命 我們復活的文浪 聖命來列解 我們就不夠與主同行 能夠活出祂的樣子來 讓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神漢台前 我們才能夠佔命回去 佔命回去 所以 今天我們在讀這段經文 分享這段細節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回去 其實報案 仍然都要警醒在神的面前 看我們是不是 每天驚喜在面前 我們全然地說服神 依靠神 仰望神 因爲神 因爲神 祂又定訣了 我們是不願意將 舊造的 魂 我們自己的思想 情感 意念 在我們自己的十字架上 把它定時 氣絕 讓我們跟主一起 活過來的生命 是 主的靈在我們 因令我們 從那一路 從那充滿喜慧的道路 其實神是 要敬虧的 只不可以 很舒服的 用一個見證 來驚喜的 大家 我在很多年級 少爺 在一個家庭聚會 有一個很親情的集團 在他的弟弟 提名祷告 說他弟弟 他弟弟是當地 就是余齡 那個余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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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 只能知道 就是雞同 雞同 就是嬌尾 就是嬌尾 就得了肝癌 得了肝癌 一年輕 三世出頭 就說 大家為他祷告 他那個解決 我們每次去位 都是被聖靈所束縛 流淚的為他余齡 為他余齡 是一個很愛情的好解決 那我們大家就為他祷告 為那個弟兄提名祷告 感謝主 在同心合一的早晚 很多聖修跟牧師 自由傳道人 那個聚會 一個場所是我們 開喪息 對個教會的秘密 大家同心 又到兩個禮拜 你們到前面來 跟大家說 感謝主 在檢查的時候 你猜大家怎樣 而且 也不被他們 他的總流不屑 神流開了 神衹要在他身上 上乘他我們的 free 他也來到BE 他把他的妻子也帶來了 很感恩 剛開始頭兩個月 寶寶都說很感恩 段年以後不屑了 半年以後不屑了 你也詢問 不曉你 不曉得他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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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他姊姊去追蹤 被他原來的外面的朋友 又帶到我們世界去 再個半年我們知道的時候 已經住在安眠地 住在安眠地 這給我們很多的景氣 這麼大的救援 你怎麼能忽悅 他又回去了 回到原來的世界 回到他的妹妹 那神不是 不愛他 是他把神擠掉 我們信主 每個受洗歸殘時 神的靈就恢復了 我們同在 重要的是後面有辦法捨昏 他沒有捨昏 把聖靈沒辦法做工 聖靈就擠出去了 擠出去了他很容易受世界的疑惑 和引誘 他又回到世界上 回到他們那個聖靈身後 很混亂 很混亂的結果 感謝主 但是實在還是很慈愛的原因 在他最後安眠地旁 最後一個禮拜 他又痛痛的悔改在 教會去看他的弟兄姊妹 後來牧師又帶他做 悔改的祷告 最後一個禮拜 最後一個禮拜 神是信實公盟 我們認罪神必射永可救 他最後也抓住這句話 可是就像我們今天想 賺得全世界賠償的自己 有什麼意義呢 什麼意義呢 讓我們 讓我們 用最盡情的心 來能受體驗的信神 我們在禮拜 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花時間 讀經禮拜 尋求主的面 因為聖靈充不充滿在我們 跟神的關係 神次恢復了 你如果每天不讀經 不讀經 不讀經 神的話也進不來 沒有神的生命 你不祷告 不跟他清心圖意 神怎麼跟你連結 就像孩子一樣 你生下來丟給別人 二十年以後 他也不認你 我們要跟主連結 你靠他 那聖靈就會代表經濟我們 不斷的心意更新的變化 讓我們 和主主的量子 來 來吃給我們 再次有真正的平安 還有他的應許 也有神的神秘跟書 因為我們今天 是沒有這樣的心思 要緊緊的抓住 今天神藉由 他的話語 帶給我們的交法 我們一起來報告 三個天后 讓我們感謝讚美 我們知道我們的不配 我們誤會 但是我們一定要愛 您要愛死基督 耶穌基督的保守 寫進我們 他死靈復活 戰勝的死亡 讓我們能夠 跟著信耶穌是基督 是救主 就能夠得救 神的靈救 給我們同在 所以今天要告訴我們 教導我們 我們要揹起自己的十字架 就是蛇器 全然的將我們救我的老自己 我們的思想 情感 意念 全然的氣主 願意接受救主耶穌 全新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 做主做完 主的靈 帶領我們 不斷的心一更新而變化 神明緊緊的與主人結 活出主的樣子來 柔和情非的與主關係 主依靈我們的腳步 對我們所持的平安 豐盛的恩典 主 我們感謝讚美祢 榮耀歸給祢 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穌 基督的聖名 Amen 感謝讚美主